大家好,这里是CEI就成网 上节课我们介绍了StringLate的使用 在课程的最后呢,我布置了一道小作业 去除一个制服创的左右空格 可能有些同学还是不懂得该怎么实现它 那么这里呢,我来实现一下 对,对,对 定义一个字幕窗内对象 去除它的左右空格 假设它有左空格 然后我们编写一个字幕窗工具类 来去除它的左右空格 因为这个字幕窗内 它本身是没有去除左右空格的功能的 我们来编写一个工具类 去除左右空格 一个是去除左空格的函数 Ltrim 去除右空格的函数 Ltrim 去除左右空格的一个函数 那么这是一个工具类 我们可以把它做成是静态的 不需要通过对象即可访问的成员函数 把它做成静态成员函数 直接通过类即可访问的 11加密的函数 我们可以做到一个字幕窗誌 吧 我们想在试问的函数 我们想在试图中 一易去除 试图中 那就 这 那么 没有 首先来看一下 如何去除左空格 上节课我们说了 可以使用 FindFirst 实际上使用的是FindFirstNotOff FindFirst FindLastNotOff 这些函数来实现的 我们才看一下班主 F1 那么要去除制服创的左空格 实际上可以使用 Erase函数 Erase函数 这个函数 来去除一些元素 上节课我忘记讲了这个函数 那么这里也一并把它讲解了 S.Erase函数 那么这个函数呢 同样的它有多种形式 我们采用最简单的一种形式 第一个参数呢 表示要去除的字符的位置 从第0个字符开始去除 第二个表示 个数要去除的字符的个数 那么假定我现在一个字符创 是这样子的 从第0个字符开始去除 应该去除到这里为止 那么个数应该等多少呢 应该等A的位置 应该等A的位置 因为第一个字符 是从0开始的A的位置 A呢 它是第一个呢 不是空格的一个字符 不是空格的字符 那我们可以查找 第一个不是空格的字符的位置 这刚好可以用到 Find First NotOff 不是空格的位置 空格的一个集合 空格 干替 都算是空白字符 Drop Drop S.Find First NotOff 就可以查找第一个不是空白字符的位置 位置 那么这个位置就是 从0到第一个不是空格字符 它前面的空格数 它前面的空格数 我们要把它前面的空格数呢 把它清除掉 Elase 同样的道理 RTrim 我们要去除的是右空格 假设一个字符创 是这样子的 那么要去除右空格 我们只需要找到第一个不是空格的位置 不是空格的位置 然后呢 位置加一 加一 从这个位置到末尾呢 将它把 将它呢 清除掉 删除掉 S.E.Race S.Find LastNotOff 最后一个不是空格的 位置 加一 加一就是 下一个空格的位置 然后呢 把它 清除掉 到末尾 清除掉 总共的个数 清除掉 那么这个 Elase函数呢 它有多种形式 那么我们使用的是这种形式 从某一个位置 清除 那么如果我们要清除 整个 这个位置到 字符创末尾呢 这个参数可以 不必填 它的默认值是等负一 也就是到整个字符创末尾 把它清除掉 就不需要填了 这就是去除右空格的功能 那么要去除左右空格就比较简单了 直接调用这两个函数 直接调用这两个函数即可 接下来我们编写一个测试程序 做一个测试 去除左空格 去除左空格 然后我们把它打印输出 假设它也有右空格吧 重新生成 什么东西不匹配 Ctrl F 那么这里面我们成功的将左空格去除掉了 左空格去除掉了 重新复制一下吧 然后我们调用 去除右空格的功能 再把它输出 看一下能否将右空格去除掉 Ctrl F R Trim 我们发现这里面 R Trim没有办法去除掉 说明我们的R Trim实现是有问题的 来看一下问题出在哪里 Find last node of Find last node of 应该空格 或者干体 或者干体 Find last node of Ctrl F Ctrl F 可以了 那么去除左右空格 基本上也是没有问题的 Find last node of Find last node of Trim 没有问题 这就是去除左右空格的实现 那么我们这节课要讲解的内容是Vector动态宿主 最佳的主要目标是Vector的介绍 Vector对象的初始化 Vector的成员成员函数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Vector的介绍 那么它内部的数据结构很像宿主 也就是说原数所存储的空间是连续的 空间是连续的 空间是连续的 但是呢 空间是可以自动扩展的 空间又是可以扩展的 这好像有一定的矛盾 要能够保证空间是连续并且又是自动扩展的 可以扩展的 这实际上呢是一个矛盾 那么至于怎么实现呢 我们等到讲 stl 的时候呢会剖析 Vector 内部的具体实现 这节课呢 我们只是讲一下Vector它是怎么使用的 那么我们这边只要知道一下它是一个动拍数组 同样的它也是实现为模板 是一个类模板 要使用的时候呢需要包含Vector这个图文件 接下我们来看一下Vector对象的初始化 Vector 对象是初始化 Vector 然后是一个类型 是一个类型 Vector 一个对象 定义一个对象 那么就构造了一个对象 我们把这个看成是一个类 看成是一个类 这就是一个对象 举一个例子 那么上一节课我们讲解的是制服创 实际上的制服创 它等价于 String呢等价于这个BasicString 也就是说String呢 它也是实现为模板 是一个类模板 这是类模板的一个实例 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类 看成是一个类 那我们这节课要讲解的是Vector Vector 然后呢是一个类型 当然这个类型呢 是可以我们来传递参数的 可以是整形 也可以是其他的类型 甚至是制服创发进来 也是可以的 只要是类型都可以的 定义一个对象 这就构造了一个对象 当然我们也可以对这个进行type define 类似于String等价 而于BasicString却而一样的 大写吧 这是一个模板 它的实力化 实力化成整形 那么这就是一个模板类 type define 重新定义的 那么这就等价Vector 它也是一个模板类 我们就把它看成是一个类 看成是一个类 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可以构造一个 Vector对象 向量 那么是一个空的一个向量 里面没有任何一个元素 没有任何一个元素 那么Vector的构造函数有多种 这是拷贝构造函数 这是拷贝构造函数 用一个对象来初始化 另外一个对象 这种是贝构造函数 这种是构造包含N个N个直为I的元素 N个直为I的元素 这表示构造N个空的元素 构造N个空的元素 那我们现在是用这种方式 构造一个空的向量 里面没有任何一个元素 接下来呢 我们要往向量当中呢 添加一些数据 添加一些数据 那么通常呢 我们会用pushback来进行添加数据的 往它的末尾呢 添加一个元素 pushback 这是一个整形 添加一个元素 再添加一个元素 再添加一个元素 那么添加了三个元素 添加了三个元素 那么我们如何显示它里面的元素呢 vector 给定一个向量 我们要把它打印出来 里面有哪一些元素 那么打印的方法呢 可以是这样子的 这里面有一个size成员 size成员呢 返回的就是向量的个数 向量里面元素的个数 那我们就可以有一个force循环 i等于0 i小于size i再加 然后将它里面的元素呢 打印输出 打印输出 由于向量呢 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数组 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数组 因而它 存在了一个 下标的一个运算符 中括号的一个运算符 使得它使用起来呢 像是一个数组 通过这个下标来防摩 然后我们把它打印 打印出来 最后在这里呢 打印一个换行符 那么 Ctrl F 显示一下 编写语形 显示一下 一二三 把它打印出来了 这边有一个警告 有符号 无符号 不匹配 size实际上是size type 这个类型 size type是五符号的 五符号 我们可以定义成 unside 可以把它定义成unside 这样子的话 就类型匹配了 重新编译 没有警告了 Ctrl F 这是显示的方法 显示的方法 那么 这段代码 实际上 我们可以把它放到一个 提取到一个函数当中 show vector 可以把它提取到一个函数当中 这可以是const 提取到函数当中 那么这边我们最好传引用 最好传引用 show vector 传递一个vector对象进来 如果我们不传递引用的话 那么从这个时餐传递到行餐的时候呢 会调用拷贝构造函数 会调用拷贝构造函数 那么这个性能呢 就会有一定的损失 这样子肯定也是可以的 成功 成功了 当然我们这个不用const也是可以的 不用const也是可以的 是吧 也是成功的 control F 那么这边我们最好把它定义成const 因为我们仅仅只是对它进行显示的操作 不会改变这个限量里面的元素 那么显示的话实际上呢 还有其他的方法来显示的 什么方法呢 用叠代器 用叠代器 这里我把它注释掉 然后呢把它改成 用叠代器的方式来实现 那么这个我先把它改成 没有带const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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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叠代器的方式来实现 int vector 限量实际上是straw当中的一个容器 容器 容器基本上呢都支持叠代器的一个操作 通过叠代器呢 通过叠代器来便利容器 到时候我们讲stl的时候还会再讲解这一点 通过叠代器来便利容器 实际上我们上一节课所介绍的string 也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容器 只不过我们习惯上把它看成是组创类而已 也可以把它看成是一种容器 它也支持叠代器的一个操作 通过叠代器来便利这个string 现在我们就是用叠代器的方式呢来便利它并且把它显示出来 int vector它里面有个叠代器 It从哪里开始便利呢 从哪里开始便利呢 Begin Begin It 便利到哪里呢 便利到末尾 便利到末尾 那么我们把它写成不等于V点 and 加加it 这个it呢 迭代器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容器的指针 可以把它看成是面向 就容器的指针吧 面向放行板的指针吧 放行程序指针 那么什么是放行程序呢 我们也没有讲 也是到讲stl的时候会会深入讲解放行程序 迭代器呢它可能是一个类 它可能是一个类 实际上呢对于vector来说呢 对于vector来说如果我们存 如果我们存放的元素 vector 如果我们存放的元素是int 它就等价于int 它就等价于int 但是呢一些其他的容器呢 可能并不是这么简单的等价的 你就把它看成是int 既然它是int 那么在便利的过程当中 我们要取出它里面的元素 那么就是新it 取出来的东西就是int 就是int 然后把它显示 用这种方式呢 也可以显示容器里面的元素 vector向量里面的元素 编译成功了 没有任何问题 Ctrl F5 还是123 用这种方法呢 也可以将容器当中的元素显示出来 那么这里呢 可能有一些同学会有疑问 为什么不用小一号 为什么不用小一号 而用不等于号 实际上呢 用小一号也是可以的 用小一号也是可以的 成功 成功 123 但是呢 不等于号呢 具有更好的可一致性 任何一种容器呢 它一定存在了不等于 任何一种迭代器呢 它一定存在了不等于号预算符 那么它不一定有小一号预算符 但是一定有不等于号预算符 所以说呢 用这种方式呢 具有更好的可一致性 另外呢 另外这边为什么不用IT加加 不用IT加加 而用加加IT呢 而用加加IT呢 大家可以回顾一下 可以回顾一下 我们之前讲的运算符重展 如果是后置接加加加加价的重展 会多了一次临时对象的构造 我们可以查看一下 之前的代码 如果是后置加加的话 这是后置加加 我们发现这里呢 会多了一次临时对象的构造 构造了一个临时对象 返回一个对象 这里又掉了呢 拷贝构造函数 那么这个效率呢 比加加加 钦制呢 效率来的低 所以说呢我们用前置加加 当然前提是这个Iterator是一个类的情况 对于Vector来说实际上呢没有什么影响 但是呢其他的容器就不一定了 刚才也说过了 其他的容器它可能是一个类 这个迭代器呢可能是一个类 但是呢Vector它里面的迭代器呢 我们就把它看成是Int新 那么如果 等等我们更好的方法应该是 加上Cost 更好的方法应该加上Cost 前面应该加上Cost 但是如果我加上了Cost 会出现问题在编译的时候 会失败 会失败 原因在哪里呢 原因在于这个时候 IT V.begin呢 V.begin得到的IT应该是什么呢 也是带Cost的 也是带Cost的 长量的一个迭代器 所以说我们这边最好 用它里面的CostIterator类型 容器里面的CostIterator 这表示这个容器呢 它不能够去更改 元素里面的内容 也就是说新IT 不能够给它复制了 不能够进行这种操作 它是一个长量 它是一个长量 是一个止读的 而不能够改写的 比如说我对它进行更改 编译的时候呢 立马出错 不能给长量复制 这是Vector的显示 另外呢 Vector还有其他的一些成员 Size返回元素个数 Clear呢 清除所有元素 清除所有元素 Empty可以判定 这个线量是否是空的 Pushback呢 往末尾添加一个元素 Popback呢 从末尾呢 弹出最后一个元素 也就是删除最后一个元素 Elase可以删除某个元素 Insert可以插入一个元素 那么这是复制运算符 另外还有一些其他的运算符存在 那么我再举一个例子吧 说明一下其他的成员 其他的成员的用法 假设我这时候呢 将最后一个元素弹出来 popback弹出来 它没有返回任何东西 实际上我们可以将最后一个元素呢 弹出来 返回回来 back 或者直接把它打印出来吧 这只是打印最后一个元素 也就是商 但是并没有把它弹出来 并没有把它弹出来 没有把它弹出来 那么我们这边show的时候呢 它还应该是多少呢 123 先输出3 然后再输出123 先输出3 再输出123 因为我们没有把它弹出来 popback呢 可以把它弹出来 缺少分号 可以把它弹出来了 可以把它弹出来了 12 这个比较简单 就把它注释掉吧 另外呢 大家要懂得查看它的帮助 来学习它里面的更多的成员 F1 F1 我们发现了这个帮助 Vector Class 在这里 Standard Library Reference 那么有时候 如果我们F1的时候 查看的帮助呢 很可能 它这个帮助 查看的时候呢 有时候F1呢 找到了不是那个帮助 现在找到的是这个Standard的 CCI Library Reference 是正确的 那么我发现有时候F1呢 找到的不是这个帮助 不是这个帮助 那么如果我们找到的不是这个帮助的话 大家可以这么找 所以 在这里面的敲录 在这里面的敲录 Vector 找到这个Vector Class Vector Class 这就是Vector的帮助 Standard CJ加Library Reference F1 现在找到的都是这个帮助 我有发现有时候不是找到这个帮助 大家如果发现不是找到这个帮助的话 可以在这边呢 直接敲录Vector 然后呢 找到Vector Class 然后查看它的成员 Vector Members 它的成员 那么这就是迭代器 那么还有反向迭代器 我们后面再讲解 CostIterator 产量的一个迭代器 它所指向的内容呢 是不能够更改的 然后我们减了一下Erace Erace可以移除一个元素 移除一个元素 它还可以移除某个范围的元素 也可以移除单个元素 12345 现在呢 我想把 这个元素 这个元素把它移除掉 它应该 这是一个迭代器 迭代器应该是V.begin 这是begin的位置 加1加2 应该是加2 把它移除掉 然后再把它显示出来 Ctrl F5 12345 变成了125 有错 为声明的标识符 这个 这个 Ctrl F5 1245 但那我们还可以移除某一个范围 比如说 先把它给注视掉吧 移除一个范围 V.erase V.begin begin begin加2吧 那么它可以移除一个范围 那么这个范围呢 这是begin begin加1 begin加2 那么前面说过了 凡是涉及到迭代器呢 它都是避开区间 这是避开区间 从这里到这里 避开区间 1 2 应该是把1 2给移除掉 保留345 然后我们来 看一下结果 345 这是正确的 这是正确的 那么到这里为止呢 就讲的差不多了 那么可能大家还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 我想移除3 我想移除3 通过这种方式呢 我想移除 只等于3的元素 也就是将这两个元素呢 都把它移除掉 该怎么办呢 该怎么办呢 这个也把它注视掉一下 该怎么办呢 我这里呢 就把它的方法呢 列出来 把它的方法列出来 那么至于为什么能够实现这一点呢 我们等到后面讲stl的时候呢 再剖析它内部的实现的时候 再讲解为什么 这时候我们可以用到一个remove方法 remove方法 v.begin v.end 然后呢 然后呢 要移除的元素是3 要移除的元素是3 那么这是一个算法 这是一个算法 我们需要包含算法的投文件才可以 remove 要包含算法 容器是一大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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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是什么 迭代器 还有算法 后面我们再介绍其他的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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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说函数对象 函数对象 函数对象 适配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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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什么呢 已经入个了 内存分配器 内存分配器 这六大组件 实际上适配器还包含什么呢 容器适配器 迭代器适配器 算法适配器 这六大组件 那么remove就是一个算法 就是一个算法 移除3这个元素 从哪里开始移除呢 begin到end 避开区间 那么end实际上是指向 最后一个3之后的一个元素 然后我们看一下 他是否能够移除呢 Ctrl F5 我们发现他并不能够实现真正的移除 变成了12453 我们发现并没有真正的移除 他是把3呢 挪到后面去了 挪到后面去了 要想真正移除呢 要想真正移除呢 我们还必须 v点erase erase 才能够真正的擦除 然后呢 在这里还要再加一个v点end v点end 才能够真正的擦除 Ctrl F5 1245 那么为什么能够达到这个目标呢 我们后面再分析它内部的代码 现在大家只要知道一下该怎么使用它即可 该怎么使用它即可 实际上我们最关注的就是如何往里面呢 插入元素如何把它显示出来 大家知道 这两种用法就可以了 这两种用法就可以了 那么vector呢 我们就先介绍到这边 这次课呢 就算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听